歐盟駐港主任李任前關注立場裁決 恆大汽車深夜拋震撼彈 港淪為中俄轉運中心 感謝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簡訊》 我是麗文 今天是8月29日 星期四 在今日節目開始前 好像以前一樣 我們先來談一個健康話題 最近很多消費者在服用三高代謝補後 身體的慢性病得到了顯著改善 他們紛紛在健康520網站上反饋 接下來讓我們來聽聽一些用戶的真實感受 睡眠還有精神 身體的功能都改善很多 膽衛到肝臟之類的 我這次才吃一個星期多 我就覺得睡覺睡好了 我三高代謝吧 我有8點0 一個月我就降到7點0 三個月後我就正式進入到6點0 現在是經常保持在5點8 三高代謝補研發團隊的董事長陳祥皇先生說 這些效果要歸功於三高代謝補的整體療法設計理念 這種療法注重全面條理 不僅僅針對某一項問題進行改善 而是考慮到整個身體的平衡和健康 三高代謝補的製造理念基於整體療法 這個意味著它不僅僅關注單一的健康問題 而是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整體療法的核心在於 通過平衡調節身體的各個方面 全面提升健康水平 促進身體的自我調節和療癒能力 如果你也在尋找更全面的健康解決方案 歡迎訪問健康520網站 了解更多關於三高代謝補的資訊 歐盟駐港澳辦事處主任高宇慈 今年9月1日結束任期轉往東京任職 香港外國記者會日前發稿 披露他最後一次公開活動的感言 高宇慈表示 自2020年上任後 香港政治出現重大變化 傳媒出現自我審查 並對將於明年 裁決的立場新聞案 表示關注高宇慈上週三 於香港外國記者會 位於中環的會址 出席五宴 並發表感言 高宇慈回顧4年任期的經歷時指 任期有一半遂應對疫情 形容這個屬不容易的過程 期間更值北京在港推行《國安法》 修改選舉制度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23條實施 他表示 我認為我在歐盟辦事處的工作 和我前任的工作非常非常不同 他們不處理這些根據政治性的話題 我們已經擺脫了大流行 但政治變化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 導致香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談及香港社會的變化 高宇慈指 過去香港能容納不同光譜的意見 但《國安法》生效後 傳媒以至不同的界別都出現自我審查 不少公民社會組織和獨立自主的傳媒 亦已結束 高宇慈同時談及 8月29日涉及《立場新聞》的裁決 形容索一宗大案 並指案件導致傳媒機構關閉 對於在香港的4年回憶 高宇慈表示 最喜歡香港的食物和自然環境 自然經常到郊野公園散步 形容這是他最想念香港的事 高宇慈自2020年9月1日起 擔任歐盟駐香港和澳門辦事處主任 他所提及的《立場新聞案》 指而停運的《香港立場新聞》 及兩名前高層被控村謀發動煽動刊物罪 該案是香港主權移交後 手中傳媒被控煽動罪的審訊 從2022年開審至今年近兩年 裁決日期曾三度押後 預計明年將做出裁決 恆大子公司恆大汽車27日深夜在廣告所 突然發布盈利預警公告 預估上半年 正虧損將擴大到202.54億人民幣 較去年同期正虧損約68.73億元暴增 受其影響 28日股價盤中重錯於5% 公司稱虧損增加的原因 主要由於恆大集團已被香港高等法院頒布清算 公司增加了對中國恆大集團子公司 及聯營公司應收款項的減值撥備 2024年上半年存額計提撥備約167.37億元人民幣 28日 恆大汽車股價以0.28港元開出 開盤跌1.75% 此後一路開低走低 盤中速及0.27港元 跌5.26% 中長收0.28港元 恆大附屬公司恆大汽車近年來債台高作 據恆大汽車2023年財報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恆大汽車累計虧損已達1,108.41億元 其中2023年虧損約120億元 截至2023年年活 恆大汽車資產總額為348.51億元 負債總額725.43億元 其中借款264.84億元 同期 恆大汽車現金及現金等物價為1.29億元 遠不足以覆蓋借款 恆大汽車本月5日證質 地方法院日前 已針對恆大新能源和恆大智能兩家附屬公司 破產重整進行聽證 裁定相關附屬公司進入破產重整程序 除債務風險外 恆大汽車還面臨推回政府獎保 被責令停止及銷售、新能源汽車等多項壓力 每日經濟新聞報導指 位於天津市東麗區濱海科技園 高新二路的恆大汽車天津工廠 處於停工停產狀態 上班的人也就幾十個人 報導引述一位行池汽車人士透露 工廠生產定峰時 行池汽車會安排十多輛班車接送車間員工上下班 但從去年10月開始接送員工的班車數量開始逐步縮減 直到後邊停產就沒有班車了 目前行池汽車上班的員工工資是正常發放的 不過每月只發80% 恆大集團曾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之一 於2021年出現美元債券違約 從而引發大陸房地產危機 在今年1月恆大被勒令清盤 至今仍在香港交易所被停牌 港府統計處日前公布 對外商品貿易統計數據 2024年7月整體出口和進口貨值連續5個月上升 當中從台灣及南韓進口的貨值分別大幅增加 20.6%及34.4%分析指 相關進口貨物主要是半導體等電子設備 除了轉口到中國 俄羅斯也可能是黑市買家 統計處資料顯示 香港7月出口額為3904億港元 是自2022年9月以來最高 然而 除出口到中國的貨值 按年增加23%外 出口往美國及其他亞洲地區則全線下跌 進口方面 香港從台灣及南韓進口的貨值分別達501.86億元 和203.98億元 按年增加20.6%及34.4% 自由亞洲引述南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助理教授朱岳中的分析指 台灣及南韓主要生產半導體產品和電子設備 相信是美國對中國實施高計 AI晶片和晶片製造設備禁運之下 直由香港這個管道 進口相關的商品到中國大陸去 台灣的防安全研究院 呼研究員 事件與則認為 除了晶片之外 AI伺服器 也是台灣及南韓的強項 不僅是中國大陸需要 俄羅斯也透過香港 想辦法在黑市去購買 另外 香港出口往台灣的貨值 在7月下跌4.9% 事件與分析指 中共病毒疫情以來 很多原本在大陸投資的外商 和台商撤離轉到東流亞生產 導致大陸對台灣 或香港對台灣的貿易量 一直下降 反映出大陸的經濟 正處於一種非常惡劣的情況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注意訂閱 請按讚 訂閱 並按讚 訂閱 已經按讚 ية